今年台湾电会造成风动 第第三天就拍拍五百万人的记录 会欠这么多人来看过程 除了美丽会定以外 欢迎管政府也会丢毙了很多政策的节目 未来会有客欣赏 真正看云区的环境教授 就是一则加特地关心的教授 那天宫吃水 环境疏失 以典现人与土地感觉是非常感动人 台湾电会看分期的教授 也是电会第一次创办的环境教授 透过由美业专门 电会分宁人数百年来与土地关系 提醒大家要优先土地 共存共用 管理理智翁特别推荐这支教授 欢迎有客多多来观赏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招 我们第一次把剧场带到灯会里面来 刚才大家看到这个表演 我们一起探云区 述说着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 人应该要爱护土地 爱护环境 环境跟土地也会回报 所以人跟环境之间应该要共存共用 我们的世界都有很多 真正就是应该要在这边进行 表演非常精彩 我们要邀请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有时间一定要来看台湾电会 来看我的范茎主席 看风机的局长 是委託国来的专业製造团队 利用都无共同的天然地境 所打造的大型范茄局局长 民众来欣赏喜悠 非常舒适 我们在龙河的四海公园里面 有这么好的愉快 很大的草 他们永远有我们的这个地境 永远有我们的这个地境 会合并去十八年的这种 这个剧场一看起来 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舒服 为了要增加观众的处味感 局长要安排跟现场观众 适当的局长 让观众有意外欢喜 增加局长快乐的气氛 看风机局长 是在龙河公园的草皮区演出 定会期半期间 每天晚上七点到八点 以及九点 每夜演出三条 记者 郁明威 插风报道